佐西湘古丰村的陈姓男子靠打零食工来抚养83岁中风的母亲和外孙 生活相当的辛苦 玉礼分局轮天派出所勤区查勤的时候前往关怀 远景江四川听到义童同言同语的说 好想吃西瓜感慨又心疼 所长余明和获之后便自陶腰包购买西瓜和泡面等物资 送到了陈家 及时又贴心的关怀 让家人是相当的感动 轮天派出所远景江四川 获之辖区陈姓男子住家漏水 在秦区查查勤务时前往关怀 发现陈姓男子靠打零工抚养 照顾83岁中风的母亲与8岁外孙 生活相当辛苦 都是你在照顾 辛苦了 不要客气 原本只是所内同仁一般的情区查查勤务 却辗转得知8岁的热市孩童说出了一番想吃西瓜的话 听在所长余明和心里是既感慨又心疼 随即自掏腰包购买了两颗西瓜以及一箱泡面 亲自送到陈家孩童的手中 孩童家人看了又惊又喜万本感动 贫贫之谢 生命因为付出了爱而更为富足 预理分局分局长陈维文肯定表示 远景秉持着卫明服务照顾他人信念精神 透过情绪查查了解民众需求制造祥和温馨的社会 堪称同仁表率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